5月1日在巴黎舉行的勞動節集會 為法國養老金改革法的反對者 提供了另一個向總統馬克龍發洩憤怒的機會 工會希望星期一有超過100萬人在城鎮遊行 在巴黎出席人數似乎少於之前抗議活動 而且下午早點的時候的降雨削弱了參與人數 儘管發生了多部門罷工 馬克龍上個月仍然將退休年齡提高兩年至64歲 此舉使其支持率降至接近2018年至2019年 皇輩心危機期間的歷史低點 很多人認為總統對他們的日常艱辛冷漠無動於衷 改革使人們對他的不滿情緒化 馬克龍表示法國需要進行改革 以幫助支撐工業化世界最慷慨的養老金制度之一 由於缺乏跨黨派支持 馬克龍政府在議會中缺乏工作多數席位 因此未有進行最終投票的情況下 強行通過了養老金立法 政府反對派的強硬有可能使其他改革疫情複雜化 包括一項就業法案 該法案要求那些接受最低福利的人 每個星期工作或接受15至20小時的培訓